二十多天来被俄军围困轰炸的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玛丽波 现在完全变成了鬼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玛丽波一直是俄军急于拿下的目标 并临亚苏海的玛丽波 是乌克兰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港口 占据了玛丽波 俄罗斯就能够控制通往黑海的通道 市长波伊申科表示玛丽波已经没有市中心 表示俄军攻进了玛丽波 在这处社区里的空地上 躺满了不幸在空袭中被炸死的人 当地居民只能就地草草将他们埋葬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也证实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盾内茨克部分地区 作战成功 以战时切断乌军通往亚苏海的通道 乌克兰因此无法从克斥海峡 这个连接亚苏海与黑海的围水道进入黑海 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市内两个军事基地 有数十名乌国士兵遭到活活炸死 但在一连串的坏消息中 也传出令人振奋的讯息 之前在玛丽波遭到俄军空袭的剧院 目前已知有超过一百三十人获救 不止玛丽波首都基辅和临近地区 天天承受来自俄军的轰炸 这名男子的母亲不幸在战争中罹难 伤心的她跪在妈妈的遗体旁 放声大哭令人不忍 无其战火更夺走许多年轻生命 这一百多辆空着的婴儿推车 整齐排列在乌克兰西部大臣 利维夫市的广场上 借此提醒大家战争的残酷 另一方面总统泽伦斯基 似乎也准备好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面对面 泽伦斯基说 乌克兰已提出维持和平的解决方法 希望尽快跟俄罗斯举行全面性 跟有意义的和平会谈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